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看到东华排场如此之大的前来迎亲 也是吓了一跳 白纸一时有些纠结 该不该请众仙家进洞喝杯茶 请吧 怕是这狐狸洞根本容不下这么多人 不请 又有些不大体面 正纠结着 就听东华的声音传来 经日本军前来迎娶帝后 不知帝后可准备好了 清秋与干人等自然不敢做出刁难新郎的行为 磕磕气气热热闹闹的将东华引入凤九所住的洞门前 只见同样穿了一身紫衣的白滚滚 插着腰堵在洞门口 开口道 傅君 九九就在里面 但傅君要先回答滚滚的几个问题 才能见到九九 您且问 东华看着白滚滚 认真道 如果九九饿了 你会给他做饭吗 自然会 如果九九踢被子 你会给他盖被子吗 有我在 小白就不会因为踢被子着凉 如果有人欺负九九 你会怎么办 打回去 或者也可以选择除掉他 如果欺负九九的人是你 你会怎么办 我保证永远不会欺负小白 那 如果有七块高 要怎么给我喝九九分 小白四块 你三块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不吃 白滚滚微微点了点头 虽然对他来说 这个答案他不是很想得到 不过东华刚刚的回答都体现了他对凤九的重视 最后 白滚滚稳重地开口 对于傅君的答案 滚滚觉得都还不错 白滚滚走上前牵住东华的手 走向凤九的归动 又拉起凤九的手 郑重地将东华的手放在了凤九的手上 傅君 九九就交给你了 放心 我会永远对小白好 东华伸出另外一只手 摸了摸白滚滚的头 然后牵着凤九 走到了端坐在洞内的白亿 和凤九的娘亲面前 看着凤九跪拜双亲 然后贴心地扶起凤九 对着凤九的父母郑重地做了衣衣 下着白亿和凤九娘亲 忙站起身来还礼 口中连称 不敢 无妨 只是替凤九谢过二位的养育之恩 然后东华牵着凤九 没有再多看白亿二人一眼 想白只等人微微点头示意 便带着凤九飞向了碧海苍林 凤九没有做婚教 这是自己凤九提的 凤九说 他希望大婚这天 能与自己的夫君肩并肩 携手迈向幸福的未来 对于凤九的提议 东华自然是支持的 他本就不大在意这些礼法上的事情 况且凤九很认真的对他说 我不想成为你需要背负的包袱 我希望能够与你并肩作战 相互扶持的走完后半生 凤九就这样被东华揽在怀里 与东华并肩飞向了碧海苍林 二人的婚礼是苏默叶做的私意 至于为什么是苏默叶荣幸的担任了这个位置 倒也不是因为苏默叶与二人相熟 只是因为东华和凤九 很是感激他破坏了阿兰惹和陈叶的缘分 意外换来了他们二人的缘分 东华凤九二人齐齐乐地在碧海苍林的时光大殿中 时间掐得很准 刚刚站定 就听到苏默叶高声宣布进入拜堂环节 即使已到 新人跪 东华微笑着同凤九一同跪在地上 自东华出生以来 他还从未跪过 他这一跪 周先中除了几个辈分老的挺街高的神仙 一时间哗啦啦的跪了一地 苏默叶见此情形暗暗则舍 高声道 一拜天 东华凤九恭恭敬敬地对着店门口一拜 二拜地 东华凤九二人再次对店门口认真叩拜 东华无父无母 拜高堂自然是免去了 苏默叶聪明地将天地拆开 算是凑齐了这三拜 夫妻对拜 东华凤九转过身来面对面 虽看不到对方的脸 但同时甜蜜一笑 认认真真的对拜 礼成 送入洞房 苏默叶扯着嗓子喊完最后一句 这肆意的工作也就结束了 东华凤九起身 一众神仙也跟着一阵稀里哗啦的起身 凤九娇羞地看了一眼东华 东华心领神会地抱起凤九 向石宫的内殿走去 走到床前 东华轻轻地将凤九放在床上 随手幻化出一感一致秤感 挑起了凤九的盖头 夫人今天好美 东华在凤九耳边轻轻地道 一股热气在凤九的耳边吹动 凤九更加羞涩了 你还没有说称心如意 你一直都很合我心意 东华谴笑 乖 在这里等我 累了就睡一会儿 东华轻轻地吻了一下凤九的额头 恋恋不舍地走出内殿 灰燕上 天君 墨渊 绝人等一众叫得上名字的神仙大多都在 让众神仙感到意外的是 魔族的七位魔君 竟然也齐齐地前来参加东华的喜宴 还簇拥着一个绝美的女子 我来晚了 实在是你送来那份情帖太过简陋 看不得那几个非不放我进来 耽搁了些时间 少晚也没在意那些神仙或诧异 或好奇 或充满杀气的目光 静止走向东华 扔给东华一个不小的木匣子 惹 给你的鹤里 墨渊自打少晚走进店门 事件就直直地锁定在少晚的身上 想上前一步搭话 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呆在原地 东华瞥了一眼墨渊 面上也没有表示出什么 稳稳地接过少晚扔过来的墨匣子 淡淡地道了声谢 然后递给身边的众龄 事宜单独收起来 冰块脸 这是老子给小九单独准备的鹤里 小九在哪 老子去给小九送去 小燕一如既往的大大咧咧冲东华嚷嚷 东华听到燕池乌要去找凤九 微微皱了皱眉 拧见小白坐肾 自然是亲自把鹤里送给小九 燕池乌没有察觉出 东华有什么异样 又重复了一遍 小燕魔君给我就好了 众龄闻到身旁东华传来的一股子酸味 在这关键时刻忙上前解围 还请几位魔君席见就座 一同喝一道喜酒 是是是 连宋率先端起酒杯 进了东华一杯 祝帝君与帝后百年好喝 东华倒是很领情地喝了连宋这杯酒 喜愿这才正常地继续下去 天君好拿架子 再次不出意外的酒过三巡 便知会东华一生 离开了碧海苍林 至于天君在不在 东华并不是很在意 他恨不得所有人都向天君拉班时去 早早离开 不要耽误他与凤九洞房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您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